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熱截天氣報告》 我是蘇智維 CHA其他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香港附近整體雲量都不算多 而我們看遠一點 我們在呂宋以東就見到強烈大風暴潭尾 我們預計潭尾就會在明天稍後 去到星期五初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 天文台到時就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而我們預計潭尾就會向西移動 並且逐漸增強 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 回到香港 今天香港受一股乾燥的東北季樂風影響 所以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 都下降至50%左右 而各區的最高氣溫普遍是28至29度之間 我們預計乾燥的東北季樂風就是明天繼續影響我們 所以今晚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天晴 明天早天氣稍涼 最低氣溫大概22度 日間會非常乾燥 最高氣溫大概29度 而風方面就會吹和緩至清淨的北風 離岸和高地間會吹強風 而我們預計 接近周末就會有一股東北季樂風的補充抵達華南 受到譚尾和東北季樂風的共同影響之下 星期五至週末期間 華南沿岸是風勢頗大 漸轉多雲和有幾震躁雨 所以我們的天氣展望 我們預計星期五至週末期間 是風勢頗大 漸轉多雲和有幾震躁雨 而且可有湧浪 這一節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 拜拜